师父您好 师父我要先跟您懺悔一下 因为我自己以前的欲望就特别特别多 总是喜欢看那种好看的衣服啊 包啊 鞋子什么的 经常现在会放不下特别的洗心研究 学会了之后 我就是在那个物质上 还是喜欢买一些包啊什么的 看中了就必须想要得到 完了有的就买了很多很多那种不必要的东西 师父骂到我了 骂到我让我改一改这个毛病 你说你现在明白了 你觉得这样做对不对了 这样做肯定是不对 但是有的时候就有压力啊 或者心情特别不开心的时候 不开心的话就要花钱啊 那如果下辈子给你再来投人没钱花呢 学我自己浪费也好多很多福报 对了 这就对了 浪费太多福报了呀 一个人有欲望想做什么就要做什么的 你讲给我听啊 你在马路上 你想上厕所 你就蹲下来上厕所好了 对不起是不错 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 人家如果这个世界上每个人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看这个世界上还有秩序吧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师父我是不是应该多念心情啊 多开智慧 你觉得你这一身臭皮囊对你来讲这么重要啊 你买个名牌的包买个衣服又怎么样了 谁要看了 对不起师父我错了 精神上不好你想想看 对不对你肉体弄得再漂亮有什么用啊 衣服是遮体的 葡萄已经给你们看了 对不对你看和尚 他批一下东西他是遮体的呀 他是给你们干嘛的 那你来 写花 你就再漂亮的话 你不就是孔雀开瓶吗 对 有什么用了你告诉你 全愿做个孔雀不啦 你天天就开瓶去吧你呀 对不起师父 师父我错了 脑子真的 一个女孩子才追求人间的物质 她会追求思维上的进步的 你去看好了 凡是整天买东西的 整天吃喝玩乐的女孩子 你说她脑子会有不啦 对不起师父 你再去看看 那些女孩子不求上进的 就是好吃懒做呀 对不起师父 现在知道了吧 嗯我知道了 有点福报不能都用完的 嗯 真的 还有啊 人们人们自己不知道控制自己的体重的 越来越胖不知道啊 对不起师父 你以为我看不见的啊 对不起 你说这么胖拿个包有什么用啊 哈哈哈哈 太疼了 我确实是在人家好多时间太疼了 人家对面看了 哎呦你看 哎呀你看这个胖 胖女人那个拿个包呢 你看这个包在LV啊 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会有吧 你说会有吧 还丢人呢 哈哈哈哈 是 你之前感情上有伤害过别人 我也要跟师父忏悔 你就是太随便 嗯 太随便听不懂啊 听得懂 我这句话里面包含了多少意思啊 我知道了 好好改啊 嗯 伤人啊 也伤自己啊 是的师父 丢人吧 我好几次在梦里面 就梦见了师父 师父在梦里都不爱打理我 转身就走了 你这么脏 我怎么打理你啊 对不起师父错了 你看一个女人 你要是这种事情 夫妻知识 这种男女知识 做得太多的话 你想想看脏不脏啊 师父怎么会理你啊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好了 嗯